早晨!上午的曲點四個字 鶴空湖站 這麼早來又做什麼呢? 見不見得好天清啊? 非常之清的天 今天就是我們登頂的日子 嚴格來說過了今晚就登頂 今天正式上山 由於去這個五合目的車票 是不可以一早買定的 所以我就負責 一早就跑進來買車票 一張半張就沒什麼問題而已 十幾張票還要之前說到這麼緊張 6.9個字開門 晨早就在營地跑進來 近來我們露營 一個都相當不錯的營地 可惜我就沒辦法 好全程的享受今早的早餐了 但沒辦法 身符重任 下頭的富士山已經在後面準備出現了 剛才已經看到了 現在走到樓身的位置拍給大家看 趁車站沒什麼人的時間 描述一下車站 網上有很多資料 但有時候找到的時候 我又覺得好像 總是想找到的東西 找不到 例如即日買車票 可能我找得不夠細心 來一些買車票的資料 這個站頭這個位置 很多地區的資料 要來到這裡才有的 例如這裡是免費的巴士 穿梭很多去附近一些景區 或者一些大型的一些地點 例如我們營地都有免費巴士 就是這輛4號車站 站頭都很清楚的 4號站 其中一個去的地方 就是我們昨天搭這輛免費的巴士 一個小時有一班 搞得到都OK的 對面位置7號站 就是上5合目的車站 5號站就是甲府那邊的方向 3號站大家不會陌生 去新宿的 大部份東京過來的都搭 這輛車或者搭火車過來 就在這裡下車 另一個重點車站去機場的 2號站 成田空港 宇田空港 或者最後離開的時間 我都可能會在這個車站 搭車過成田 對正門口1號站 大家最熟悉的 所謂的藍線、綠線、紅線 這個位置 班次梳落 但給的價錢 就是任來搭機的消費 夾班班次 都值得玩的 這裡有一個和的地圖 走前一張很大的地圖 告訴你藍線、綠線、紅線 和紅線是怎樣走法的 這張地圖非常棒 很長勢、很簡單 甚至乎張上富士山 都用幾條很簡單的線 和水給大家看 還有周圍的車站、路線 6號線的巴士 是去忍夜百海和御殿場那邊 去忍夜百海就是坐這輛的 沒有這麼想起床 是不會拍到這麼無人的車站 是不會拍到這麼多人的 你開了河湖站 剛才直望了一堆巴士站 右手邊有幾個打卡的位置 你有一架大血站的古舊火車 第一次來的朋友一定有一個打卡 第二次來我也會有一個打卡 一班朋友來都要打卡 OK 這邊有個10號車站 10號車站 如果你是約了酒店上車的位置 就在這裏 有些穿梭巴士 有些溫泉旅館 就在這裏上車 不想拍一輛假的火車 可以在這裏拍一輛真的火車 幸好還會給你幾個多 不同類型的火車 我記得見過Hello Kitty 剛剛這次來的時間就見到Thomas 今天早上也有些運行 看到富士山豪 Thomas也在這裏 平日擠滿人的7號車站 現在是一個人都沒有 7點多的時間 7號車站對面馬路這間餃子店 幾次經過都排隊 非常之瘋 太多人排隊的地方 我就很少會去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正不正 留個研話給我知道 行不行 行的時間 碰巧人少一點就去試一下 沿著左手邊走的時間 還會見到一間租行山豪粉的店 這間店我們昨天走過 如果你是沒有帶裝備來 在這裏是可以租得到補得到的 就有些設計挺精美的 富士山的衣服 相當不錯 在這裏是3,000日圓 過完馬路之後 沿著左手邊走 有另一個熱門的打卡位置 剛才拍火車的位置 就出名拍到富士山美景的位置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位置 就是Losson的位置 最主要原因是沒有家庭阻擋住 走前一點會見到的 走前一點會見到知事 介紹的另一個重點給大家 Locker Locker很重要 有時有些可能是下飛機 直接在城田雨田飛過來的朋友 放下行李就上山 這裏可以回到你 600日圓 大的有 我想正常行李就有600日圓 最低門檻還燒是300日圓 落色其色 甚麼都有 可以放機後 看看告訴大家 看到了 料金是一天的 但是我看不到 是一天放廿四小時 還是晚上十二點鐘 你當他輸了給他 就是給兩天錢 都不是貴 說真的 如果放過五百日圓 也一千日圓 幫你保持兩天大行李 讓你上山 輕身一點 很值得 看到這間Losson 就是拍攝富士山 另一個熱門位置 下丑的富士山 剛剛有被伊吉雲姐了 今早來的時間 但經過時間好些少 不要站那麼前影 還有還那些馬路 要小心一點 今天都是多車 很多人停在那裡拍照 一定是 收了一個提示 告訴大家 請密衝出馬路 7點多鐘的太陽非常曬 走完這邊 拍攝了Losson 拍照打卡的位置 我們走回頭 趁有些時間 和大家下去河口湖那邊 坐車是要等的 其實這裡河口湖邊 是非常之近的 一起走一轉 讓大家想走的朋友 知道怎麼走下去 去河口湖的方向 就是在這個計時器 後面這條路直進去 這計時器 回望對面 不是就是車站 除了剛才 那站邊一立 在一些熱門 住在河口湖的 Hotel位置 或者旅館位置之外 河口湖邊 都是一個熱門的位置 因為距離車站不太遠 而且看到湖景 很多旅館都會有一些接駁車 但通常都疏落 因為你是自駕遊 如果不是等巴士 其實都要一些時間 你走得到下去 其實都應該快過你等車 所以我就選擇走下去 當然啦 自駕遊 玩這個河口湖 是最好的選擇 但走也無所謂 一路走的時間 還可以看到 原來什麼地點 是沒吃的 吸引的地方 選定是吃什麼 8點 差1分鐘 看看有什麼吃 大概1300日圓 都吃到早餐 都不算很貴 環境都OK 不過我想在這個河口湖邊 吃我的早餐 我怕坐久了之後 一會兒看不到這個湖 在那裡買杯咖啡 買些三文治 拍一下湖景給大家看看 好 來到一個郊匯廚 指示很清晰 有一個牌子告訴你 200米距離島河口湖盤 在這個位置 我們不要轉了 直下去 前面有間高田屋 這間高田屋 是一些中小型的超市 可以買一些東西 飲食 便利店少許的 轉到斜樓 我們會看到的士站 這間的士站 又需要幾個電話號碼去 不過一般我們在日本叫的士 都是叫旅館 或者你住的地方 幫你叫的 那會方便些少 不過日本人 他們都幾眼開工 今早叫我的的士 是說最早10點半才有車 走低兩步就是高田屋 就是我所說的那間的超市 高田屋也是一個停車場 不過不知需要什麼收費 如果自駕遊的 駕車友買的都很方便 走低一點 看到這間麵店 可以記住 挺相宜的 不貴 還有一些挺好吃的雪糕 說的是1000日圓 已經有交易的麵 300多日圓 就是一杯雪糕 好了 現在來到河口河畔 剛剛說了 那個位置 有間Roson 買了一杯咖啡 買了三文治 在這個這麼美的河畔 炭杯咖啡 吃了三文治 對面一堆旅館 或者河口湖住的那兩間 就是在這裏 附近住 那間就無謂說了 看了這麼美景 我想每間都出入不帶 在這個這麼美的景色 炭杯咖啡 真的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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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這麼感恩 有個藍天白雲 打後下來那兩天 應該更加好天 OK 在這裏炭完咖啡之後 我就會上去河口湖站 匯合我們的隊友 去玩我們的行程主菜 上富士山 這麼好的天 應該有點運行 看完河口湖站 如何買票去五合目 和附近的介紹之後 是時候主菜出場了 吉田線上富士山頂 兩天一夜之旅 由吉田線上富士山看 御來江的過程 之前出了一條片 彈圓單弓上頂 今次一班朋友慢慢走 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上條片沒有的富士山上御來江 和富士山頂上面的巡撥 這條片都會一一補給大家 上山之前當然要做足準備 但去片之前都要做好準備 例如訂閱我的頻道 和分享給有興趣行山家的朋友 去片記得訂閱 好了正式出發 我們選擇了搭11點半的巴士 由河口湖站出發去五合目 車程大約一個小時左右 12點半到達五合目 一個小時車鬆少少 來到五合目了 來到五合目 有幾個很重要的事是必須要做的 當然是觀光影相打卡 除此之外 食野衣飽的套才要上山是很重要的 更重要更重要的是 在這裏要做高度適應 上一座高3776米海拔的山 如果中途不做高度適應 高山反應的機會是非常之大 千萬不要忽視這一點 基本這樣拍了兩三張照片之後 當然第一時間要找地方吃東西 這裏吃東西都不貴的 有兩三間餐廳 千多日圓有拉麵的交易 但記住記住 食野不等於做高度適應 食飽這個套之後 都要到處走動一下做一個適應 而其中一個最好的走動方式 都莫過於吃東西之後到處購買一下 但記得先選擇 下山才買 不能這麼傻瓜拿上山 但凡事總有例外 例如在這裏要買定支金剛棒 上山笑印仔 而在五十木開始 打開的漏斷 去廁所就要付錢 越高越貴 而五十木除了餐廳 咖啡店和手信買之外 最重要是登山用品都可以買 這裏有大家很喜歡的日本著名遠山品牌 我和大家比較過 在這裏買和在新宿店舖買 以我挑選的幾件產品來做一個比較 這裏賣的價錢沒有賣貴 而如果想在富士山頂 寄了明信片給自己或寄給朋友 在這裏要做最後的準備 山頂上的油光是非常繁忙的 可以做定的東西 在山下做定就比較方便一些 而除了我們四個店舖之外 鏡頭前面這間店舖都值得閒 裡面有個雕像 這個雕像是八百 一百零五歲 跟上富士山頂 而五合目幾間精品店賣的東西都差不多 其中有朋友問過 這些罐裝的氧氣究竟有沒有用呢? 幾間店舖都看到有的 有沒有用我就真的不知道 但我登山途中也真的看到有人用的 整個店舖後 記得去五合目這間神社參觀一下 出發之前在神社參觀一下 聽說這個神社的金剛像是最便宜的 所以買的東西呢 感覺上是偏便宜一點 尤其是我們上山銷印的金剛棒 這裡也是便宜一點的 除了買金剛棒 影響打卡之外 來了神社奇過福 畢竟是地頭上富士山 上山之前 看看雲霧中的富士山 說完就算了 這裡是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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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日圓 可不可以付 但應該要付 有年份的 有年份的 2023年 你快點去吸背印吧 吸背印 我把香港的土壤帶來 烏士山 是不是很難呢? 但這是事實 你烏爾人家的山 我把香港文法大一路富士山 OK啦 今天 為什麼剛才眼睛那麼多 你看這張光 好 看看 先 紀錄時刻 登山 好 吉電口登山 到 好 好 這一段 五合目去六合目的路段 不如打橫向橫移 雲霧當中 好了 吉田道 吉田道 什麼叫盧吉道 有沒有關係 啊 太多了 太過爛了 這樣也說得出口 爛了 爛了 真的爛了 五六合目之間的位置 五六合目之間的位置 穿了這條隧道 這條隧道 好 來到這個可以借頭盔的位置 好 看看今天的天氣 二十三個是這樣的 二十四個是這樣的 黑木的位置 休息一休 見到人騎馬下來 對 很漂亮 高低茶 很漂亮 天色漂亮 好了 還有4.3公里 連者和大帽山的山頂 的距離 路況是這樣的 看那邊 藍道 藍天白雲道 好 前面的就是 七合目了 好 前面就是 七合目的山屋 三間的 七合目山屋 沒什麼出去 好了 到了七合目的 第一間山屋 八小屋 是 超級美的 對飛 好了 銷售時間 二千七米海拔 你給我一下 賣給他 你給他 他才會給他 給他 我給他 他才會給他 我給他 我以為是 好了 走這個富士山 其中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 这是金刚盘 好了,七日木第二间山屋 日芝出馆 不贵,$900有拉麵 看回到下面的花小屋 好,六点零七分 去到我们的山屋了 今晚就是住这里 外面的景色是这样的 真的吗? 真是 可能我可以看 这个清点 我可以吃点黄霞 你出现了 它是红霞的 你出现了 黄昏六点多到我们住的山屋 整理一下行装之后 吃个晚饭就准备休息了 我们会凌晨3点出发 桌面上计有9个小时时间逗留在山屋 但实际上是准备红利的计算 没几多时间休息 而吃饭前后的一段时间 我们就争取时间做一些高度的适应 在山屋外走来走去 看看夜景 而山屋里面基本上都物资齐备的 有需要做最后的补给 凌晨3点半我们起步 等下 A级风的天气 好天气 上来七合目救护所 以我吉田线上两次富士山的经验来看 由吉田线上富士山最崎嶽的路段 应该是七合目至八合目当中的路段 上来七合目第四间山屋 天岩馆 拍摄一下山屋的价钱牌给大家做的参考 基本上如果在山屋开门的时间 其实真的不是很担心没食物的 接近清晨4点钟 我们去到另一间山屋富士一馆 我们决定停下 等日出 等看御来江 对很多人来说 上富士山登顶是最终的目的 而我的看法有点不同 登不登到顶 其实都是看有多难的 好天气面上一点 不好天气面上一点 但是看不见一个好的日出才是重点 而这个行程我们又运行 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御来江 第四间山屋 七合目的第四间山屋 富士一馆 说一下哈啰啦 清晨4点10分 我们继续出发 一路上山一路看御来江 有点赞 我们继续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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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鸟居的位置 4点25分 来就是七合目本木 鸟居庄 Hello 七合目本木的鱼来江是这样的 我猜是要不要 剧除了鱼来江吸引之外 山与山之间的云海 都是另一个重点 你看下云海 多漂亮 除此之外 看不见山中湖上面 一层云霞 由于这一层登山本身 没想着拍片 不大不够装备 这个time snack 震震下 收着货先 有机会再拍给大家 有机会再拍摄 日出之后 天亮得很快 眨眼又变回南天白云的景况 5点16分 东洋馆 日出之后的景色是这样的 好美的云海 在上八合目 6点09分 到达八合目 第一间山屋 这里过3000海币 太子馆 蓬莱馆 第一间出现的是太子馆 3000海币 想着麻痹 在太子馆这支标高处 看回后面的就是 河口湖 6点33分 蓬莱馆出镜的 你这个傻子样子是会照出镜的 个个我都会问 上不上镜我是不会问你的 来到八合目的蓬莱馆 照片是我还有3个小时才上到顶 大概2点9km距离了 8合目的白云装 8合目的白云装 好忙啊他们 又是吉允仔时间了 好美的火山灰尘 好有一间白云的山屋 这间山屋有个杂居 叫做圆祖室 3250海币 还有500几海币 就到了 再高 再高些小的位置 饮品已经由400日 加到600日 海币已经过了3000 去到32005海币 太厉害了在富士山顶 玩这个滑翔江山 厉害厉害 还有1.8公里 官方预计1.8公里 两个小时 松一点 好少了 这边落山分岔道口 可以落到5核木的位置 上去这个白云本木 路况是这样的 天色是这样的 好了 上到来本白云木 这里 都多少呢 3200 33005 高3350 血含氧量是想高山 一个监察身体状况 很有用的指标 去到3000多海币 是时候我们又要做一下事了 为什么进入不到 我听听听 我还没听 我听到的 我听到的 我们有一个 收获共鸡的距离 大概8多分钟左右 距离了 只会身处在白云木的位置 这段白云木 很尖锐 几步里有一间 单屋 小舖子 接著我們要吸引小舖子 百合目還有一間旅館 在本百合目還有一間山屋 離開,準備上頂,還有1.3公里距離 百合目還有二百米距離 第二間山屋 八點五合目 二來江館 八點五合目 最後九百米,離開百點五合目 去九合目的途中 天過九合目的鳥居 四百米到富士山頂 官方預計三十分鐘左右 八點五合目 身處圍著九合目 沒有可以大一點 但是天氣還可以 感恩,都是那句 最後四百米,不夠的距離 最後二百米 九須至神社 四百米和三頂 拍了個回頭路 給大家看看 浮沙碎石路 整個富士山也是 四百米 日早上十一點幾個鐘 登山人數 是這樣的 不算真的很誇張 最後一百米多距離 轉個回頭就到了 過夜 轉個回頭就到了 真的轉個回頭就到了 好,啦 好,留生人龍 遮蓋了,有多少人在上山 這個位置可以往上一點 看見人龍排隊上山 用牌給人家誇張一點,但都要送上 燈頂了 我們齊齊整整,十個人全部燈頂 富士山的山頂是這樣的 最頂的,1個400,4個1000 來到山頂,我們決定在山頂繞圈了 好,轉右邊 剛剛我們背後那些買東西吃的地方 就是這個位置 剛剛那些武器遮蓋了火山口 齊齊一陣雲霧之後又清翻了 走進去又看到火山口另一個角度 感恩啊,救命飄走了 幾大塊石 還是火山灰,火山岩 這是火山岩 這個位置 看了火山洞口 山下的景色 什麼都沒有 可以呀 山上的圈,我想現在跨了,已經有三分一了 來到這個位置 喂,這裡主要是這樣的 前面有東西吃完,那就可以吃完你想吃的東西了 前面有間便當的東西,應該有東西吃完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大概只剩下半個圈 我們的目的地 劍峰 還有500米 這個回望鏡剛剛走的路 我告訴你,我們一直向前走 是去這個護士宮的下山口 是去去的 頂上的護士館 來到這個護士山頂的奧宮 可能是護士山 應該不是可能,是最高的寺廟 要寄封信給自己的 在這裏寄的 在波忌才要明白 大家應該用電郵了 所以我決定發電郵給自己 就當是寄了 好 上去見風的一段是這樣的 浮沙碎石 剛剛有些廣地戶樓 跨了過來另一邊 看到紅紅色 就是我們的起點位置 角度又看到火山口 有紅色 有綠色 看見圈的盡頭 在下面再屈上的位置 就是一個剛剛完整的火山口圈 嘩你幹什麼 來開複士山頂了 給大家一個景色 會再來過的 好 下山的路程是這樣的 基本上是分開路的 下了很多的 好 下來了百合目的位置 下來了百合目 倒數來計第二間山屋 這個吉田線和水酒線的 下山分岔路口 不斷塞路的下山路段 富士山和樹都沒有一棵 但來到這邊的位置 我看到植物正在種 很冷 大概下午4點半 我們來到七合目的下山路段的廁所位置 很多人都形容吉田線的下山道 是可以跑下去的山徑來的 但正如我經常都所說 難還是不難是因人而異的 對不走開山的朋友來說 這些浮沙碎石路 足夠拿他命 還沒計算體能上面的消耗 我們不是只下山 之前是上山 由二千多上到三千七百多 好 下回到六合目位置 5點05分 好了 5點半到 出回來 一次非常之感恩的登山過程 我們一行十六人 齊齊整整上 齊齊整整落 齊齊成功登頂 這個時間 我們當然是回到旅館慶功 有什麼補充想提醒大家 看我單公富士山的影片 回到我來致 下條片再見 拜拜